现在我们有分歧 他希望我蠢跳舞 不让你唱歌 我一直就很排斥 我不喜欢拿流行音乐跳舞 我刚刚在楼下 直选哥和迪哥也在探讨这个事情 直选哥在下边吗 对 你就赶紧下去 跳舞的哥哥们 他们对于唱歌这件事 有非常强的想望 我是基于一个比较理智的概念 去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我发现最终我没有处理到 他们对这件事的期望与念想 来 翔哥 我听说你们在下边 我们在讨论你 我们非常担心你的感觉 没有 我只是很担心我会影响你们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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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影响 我也想仔细听听理想他 如果你觉得你想怎么样呈现 对 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的概念是先立 然后之后再破 当你把影响你做到 大家认同你认同到 我真的爱死你了 你接下来做什么都是对的 哪怕你轻轻地突然回头唱一句什么 你后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很顺的 我很难可以接受就是我们来 大家踹踹看 出了包了或出错了或什么的 OK 好 下次收回来 我们也许就不这样做 你觉得我能做到您说的70%吗 根本做不到 但是我要做到的是 我理想敢站在台上做这件事情 舞蹈是我的根 是毫无动摇的 我需要在这个根 扎得很深的情况下 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是各种样子的 我不希望只有一种 后来经过了很多次的沟通 那我也慢慢地听懂了这个真实的需求 昨天晚上两点半才睡 半梦半醒之间想着想着解决方案就出来了 我昨天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去调整它的概念就是 我应该要相信你唱歌的能力 我们就当作是一个训练营 明白 然后你跟刘佳呢 我们就一起练整首 感谢炫哥的意见 听说你们昨天聊到很晚 我觉得聊很晚 我可能接下来的做法 会稍微有一点调整 就是说 炫哥对于我们两位年轻人的一个给予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激